披甲上陣紅色衣服的這支廣東元老隊 擁有陳玉良、五民兵、林小軍、勞林等多位南越足球國腳名宿 首回合他們作客輸2比3 部分球員說打成軍勢而已 在第二、第三節這樣計算 我們的第一回合是打出很高水準的 其實當時是在香港 佔六成以上的一個攻勢 但是因為把握機會各方面 元老賽雖然只是電場賽 但這班老波骨習慣起來都很認真 聽說還有猛將歸隊 都參加過十四屆 我有感情地對省港杯這個傳統賽事 我希望兩隊都分盤 年輕那一隊我們元老隊分盤 我最大的希望 球員時代 慈明華是參加省港杯次數最多的球員之一 第二回合回到月秀山 元老隊的主教練陳玉良 也力嬌他並肩作戰 借一次我們省港杯元老隊的集訓機會 我們更多的在基層 各個和學校裏面能夠推廣足球 通過交流比賽 提高大家對足球的熱愛 這場的熱身賽也是海豬足協 六周年系列活動的其中一項 去年海豬足協的青少年隊 勇奪市錦標賽男女八個組別當中 六個冠軍 創造了歷史最好成績 而剛剛結束的千川杯足球賽 冠軍也來自於海豬區五逢村